大家好,我们现在来讲Netflix这个星期刚刚发布的财报 在这之前首先宣布一下 我们本来都是周日晚上做会员的直播 但是这个星期周日晚上有安排 所以我们就提前到周六 请会员们注意 有问题请在周六晚上之前留下 谢谢大家 那我们来看Netflix财报 这家公司财报其实不错 我用Google的翻译 把它翻译成中文 希望便于大家观看 这是他在每个季度都会向自己的投资者发出的一封信 这封信我建议所有对Netflix有兴趣的会员 以及一般的朋友都看一下 信不太长 没有什么废话 对了解管理层怎么考虑增加公司的收入 管理公司 以及给股东最大的回报 都有比较清楚的描述 所以我们今天就把这封信简单的说一下 再谈一下我的感想 在这封信一开始 管理层给出了三个比较重要的概括 第一个就是从产品上 他们最近几个月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一百多个国家成功的推出了付费分享 就是之前那些家庭成员互相分享密码 这些情况 他们现在基本上有了解决方案 让这部分要单独付费 他们已经推出的占他们全球80%的收入的这些国家 截止到今天为止 应该在全球所有国家都推出了 这些举措就导致他二季度的付费竞增量为590万 这是超过大家的预期的 那第二点呢 当然就是对增长 增长过去几个季度 这家公司其实比较低 但是这个期间应该基本上要过去了 管理层估计 他们的收入增长会在2023年下半年加速 原因有两个 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解决的密码共享的问题 带来了更多的客户 第二个就是我们后面重点会讲的 他的广告计划的稳定增长 第三个重点就是关于内容方面 这是这家公司当然很重要的一个领域 他就讲说自己仍然拥有全球最顶尖的原创内容 一个具体的表示 就是2023年过去的这25周当中 有24周 他们流媒体的聚集都在美国的排行榜投名 就电影来讲也连续21周是投名 就证明他的内容还是不错的 那么现在看下面具体的内容 首先从整体的二季度业绩 像我们刚才讲的 他过去几个季度 其实收入增长都不太快 二季度收入增长 同比是增长了3% 收入增长当然一部分是用户的增长 第二部分就是平均每个用户的贡献的收入 在这3%当中 用户增长了6% 而每个用户带来的收入 反而同比下降了3% 管理成就解释 有三个原因导致了平均付费用户的收入下降 第一个就是他过去12个月 非常小心的没有提价 因为他们不想在严重打击密码分享的时候 同时又把价格大幅上涨 引起很多付费用户的不满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个就是他讲说付费用户 虽然像我们刚才讲的有很大的提高 但是这些提高都是在最近几周才开始的 因为他付费用户的主要增长来自于付费分享 而付费分享 他这个手段是在5月23号才刚刚推出 导致他虽然用户增加很多 但这些用户带来的收入只有几个星期的时间 还有第三个就是整体的比重的问题 他在美国加拿大跟西欧的一些国家 人均的定价比较高 但在其他的国家像是亚洲南美洲这些地方 他的收入本身就比较低 而过去一段时间 这些地方本身的会员增长的比例更高一些 因此就导致了整体的平均下来 每个用户给他的收入反而是同比下降的 但这三个原因当中 只有最后一个是一个长期性的 其他的第一个第二个都是暂时的一次性的 我相信他长期还是会持续涨价 而付费分享对他长期的贡献也是非常可观的 因此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个指标比较差 但我觉得应该不是大的问题 只是暂时的 他的二季度付费会员增长了590万 每个地区的净增长都超过100万 同时他的收入增长了16% 营业利润这个季度是22% 比去年同期也高一些 这是由于他们持续不断的进行费用管理 控制员工的增长 以及他的内容支出的时间安排 让这家公司这个季度的财报 就从盈利本身要高于一季度的预期 那么看管理层对于下半年的预期 这家公司今年非常重要的就是广泛的推出付费共享 现在基本上来看这个推出是非常成功的 因此管理层对自己公司的财务前景的信心就增强了 他们就因此估计自己的收入增长将会在今年下半年加速 对下个季度就是三季度 他们预估收入是85亿美金 同比增长7% 现在增长要快一些 而到了第四季度随着他的广告收入的持续增长 以及由于打击贡献密码 而新增加的这些客户的贡献也会继续增长 因此他们估计在今年的四季度 他们的增长会大幅加速 也就是说很有可能会超过10% 因为这家公司长期的目标仍然是希望自己的收入增长在两位数 那下一部分就是内容 因为这样的流媒体平台内容是非常关键的 讲的内容很多人都有很多意见 觉得Netflix里面有很多电影和电视剧不是自己喜欢的 可能质量并不高 在这里管理层就给了具体的解释 他说我们看来对我们的会员来讲 关键是我们内容的多样性和质量 并理解所谓质量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枝 就是你不喜欢的可能有别人喜欢看 因此他对内容的要求主要是多样化 而且个性化 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非常容易的从Netflix里面 找到自己喜欢的电影电视剧 虽然你可能对很多其他的电影电视剧本身并不买账 后面他就讲了最近的很多上演的电视剧和电影 这些我们就不讲了 下面一部分非常重要 就是他怎么定价以及他现在新的广告业务的收入 Netflix放广告是最近才开始做的 但是如果你去问广告界 为那些特别想在电视上做广告的广告主 他们其实期待Netflix做广告 已经期待了非常久的时间 因为Netflix相比其他的平台 比如说同样也是视频平台的YouTube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优势 第一个就是他的内容 全是优质的内容 不像YouTube很多内容是像我这样的一般用户上传的 质量难以保证 对YouTube过去也发生过 很多广告主觉得自己的广告放在了一些争议比较大的 甚至是完全不健康的内容旁边 因此导致了他们抵制YouTube 而这种问题当然不会在Netflix上面发生 因为他的内容基本上都是自己的原创 质量上是可以保证的 那第二个就是他的用户的群体 如果我们看YouTube 其实这里面当然有比较有钱的人 但肯定也有很多没有钱的人 但是Netflix就完全不同 因为他里面没有完全免费的这么一个档次 只要是他的用户 你必然每个月至少就要七八美金 才可以在美国当他的用户 因此这些本身收入是可以有保障的 那这些群体就是广告主特别希望的 所以不管是从内容上还是从用户上 Netflix相比YouTube这样的平台都有非常大的优势 也是广告主一直想要进入的一个市场 所以长期我对这部分是非常看好的 我觉得除了Google Meta 亚马逊之后 我觉得Netflix很有可能 未来十年二十年成为一个非常大的广告平台 那他虽然广告业务只推出了几个月的时间 现在看起来效果还不错 管理层就讲说 我们继续扩大我们的覆盖范围 我们现在的广告的用户数 从第一季度开始已经几乎翻了一番 他们觉得自己的未来非常光明 广告业务应该可以发展成为一个 有数十亿美金的增长的一个现金流 我觉得这种估计仍然是比较保守的 我觉得这个广告业务上百亿的规模 应该是非常容易的 那Netflix在这个季度还做了另外一个 在定价上非常大的举动 就是他们在美国英国加拿大 这些比较重要的 以及比较有钱的地区 取消了原先的最低的 没有广告的基本计划 我们就当美国来讲 他在推出这个广告计划之前 你最低可以十美金就可以变成了会员 这是所谓的基本党 但现在这个党就被取消了 左右未来美国英国加拿大的新的会员 或者是你取消之后重新加入的会员 只有面临两个选择 如果想省钱就必须要看广告 就是七美金加广告 这是一个档次 那你如果不想看广告 那会员费就基本上要double 在美国就会变成15美金 这比之前的10美金就高了很多 另外的像我们刚才讲的 解决家庭之间的账户分享 在五月份已经推出到100多个国家 从这些国家基本的反馈来讲 大家取消的非常少 意味着多数人对这个有所准备 而且认为Netflix确实值这么多钱 并没有取消 所以公司管理层就比较有信心 今天开始在所有国家推出同样的方案 而且在这些新推出的这些国家当中 它不会有额外的福利 就是说如果你家庭的用户 再加一个外面的用户 你可以有一个比较低的这么一个价格档次 这个选项就没有了 因为在他看来 这里面的很多国家 之前都降过价 所以本身这个价格也不高 总体来看 Netflix对自己的内容是比较有信心 他对自己的价格掌控力也比较强 这些都是非常明确的表现 那么再来看竞争 这也是每一个季度 它必然包括的一个内容 它的竞争当然非常激烈 我们之前讲过 像迪斯尼 Comcast 海拉蒙 华纳兄弟 这些所谓的传统的媒体公司 另外就是那些大型的科技公司 像苹果亚马逊 YouTube 也都比他要更有钱 但总体来讲 我觉得竞争对他好像问题不大 如果我们看管理层给的这张图表 左边这个是2021年的5月份 右边这个是2023年的6月份 这是两年之后的一个变化 两年之前可以看到 流媒体的内容 整个是占了26%的用户的观看时间 两年之后大幅上升到37.7% 而Netflix在两年之前 在流媒体当中只占6% 而现在它的流媒体当中占了8.8% 因此Netflix的增长 其实来自于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因为它所在的流媒体市场 整体在增加 水涨船高 它自然也会增加 第二个就是在整个流媒体当中 它所占的市场份额过去也是在增加的 就保证这家公司可以有比较长期的增长 管理层针对这种激烈的竞争 点得仍然比较为信心 因为他们过去十几年一直是这么过来的 流媒体的竞争需要一个伟大的业务 这个业务需要两方面 一方面你要懂怎么做娱乐 第二方面你要懂怎么做技术 像迪士尼这种娱乐公司 他们当然知道怎么做内容 怎么做娱乐 但他们不懂技术 而大型的科技公司 比如说苹果 比如说亚马逊 比如说Google 他们可能懂得怎么做技术 但又不知道怎么做大量的内容 娱乐大家 而Netflix就是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 产生的这么家公司 他们有非常好的技术 同时也有很好的能力 可以制造内容来娱乐大家 我们之前讲过 这家公司的几乎一半的员工 在硅谷是做技术 另外一半的员工是在好莱坞去做娱乐 他其实是很好的把这两部分基因放在了一家公司身上 而传统的媒体公司要转型做科技 或者是科技公司转型去做媒体 都相对是比较困难的 就像嫁接一样比较难实现 过去十几年的历史好像也证明了这一点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他的现金和资本配置 因为一家公司不管商业模式怎么好 如果没有自由现金流 如果不能给到股东股息或是股票回购 那他的公司长期就很难说有价值 管理层之前估计他们今年应该有35亿美金的自由现金流 但现在他们估计可能有50亿美金 比之前的估计要高出不少 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刚才讲的 他很多在管理上对成本的控制 另一方面呢 其实我们可能很多人知道了 现在的很多艺人以及那些剧作家都在进行罢工 所以导致了他在内容的支出 比他们之前预想的也要低一些 所以导致了他的自由现金流比之前想的要高 但这个不是一次性的 管理生觉得他们在未来仍然是会保持比较好的自由现金流 金额应该只多不少 有了这么多的自由现金流 他们又没有做大的并购 所以他们就可以把很多的现金流用来回购自己的股票 我们之前讲过 他在董事会之前授权了50亿美金的股票回购 他们在这个季度以6.45亿美金回购了180万国的股票 他们仍然剩下34亿美金的这种股票回购的授权 因此管理层估计他们今年下半年回购自己公司股票的速度 甚至比现在还要加快 这就是Netflix整体的内容 我总体的感觉对这家公司之前的预估有过偏差 但现在看起来由于公司现在有了打击这种密码分享的情况 由于公司有了新的增长点 就是新的广告收入 他应该仍然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 甚至考虑可以投资的公司 如果价格合适的话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视频不是投资建议 谢谢 再见